我們上回教到這個Google Keep 做筆記 可是我們現在只是簡單的就是說 直接在新增記事 就是左下角這個新增記事 然後點一下 然後可以在標題 打入我們的標題 那個輔助打入我們的內文 對不對 打完了之後上次還有講到說 我們可以在右下角的這三個點點 去標註顏色 或者標籤 對不對 都可以嘛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 做完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加 我們至少有跟各位講說 你可以插入已經拍好的照片 或者這時候 這已經拍好的照片是選擇圖片 或者你現在直接啟動相機 直接來做拍攝 OK 然後或者繪圖直接做筆記 那上次我們講過錄取內容 這個效果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直接錄音的效果沒有 那另外核取方塊還記得嗎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什麼清單 比如說我今天要出國 要帶什麼物品 大家常常每次要出國才開始想 我要帶什麼物品 常常會怕有東西漏乳 忘了帶了 你可以把長 你自己常用的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齁 出國必備的東西 很簡單 你先上網去 找到出國必備的東西 很多人都幫你整理好 那你就整理好 把逐一的 你先選核取方塊 然後逐一的 把項目一一填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用的 這個旅遊必備物品 所以這個我們上次用過了 我就不再用 所以就是簡單的 如果你現在一直 怕說有些出國東西 忘了帶 請你去Google 搜尋旅遊必備物品 基本上他就會有找出來 很多人會整理 有很多東西要帶 你可以針對你要的 比如說像女生來講 說不定他的那個清單裡面 有說刮鬍刀 女生不需要刮鬍刀嗎 那刮鬍刀你就可以不要加上去 可以嗎 就依此類推 好 那現在回來了 我們不是只有這個清單 現在越來越厲害 再慢慢跟各位講 更厲害的東西 現在不是只有這個Google Keeper 我隨時做筆記這種東西而已 還有就是 我舉個例子 如果人家LINE 傳給你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我看一下哪一 比如說哪一則新聞很重要 哇 這個 欸 我找我的東西不多 好了我們就這個好了 這一則 算了 對不起我借這一則 還是借你這一則 這個字比較多 借這一則 假設這一則 是一個人家可能這邊介紹的一些很值得 很值得 留起來的文章 那過去在LINE當中 大家都是按久一點 然後什麼 記事本 對不對 存為記事本 然後就存放在這 但是這是公用的地區 你覺得重要 不一定別人覺得重要 對不對 好 那甚至 你把它設為記事本 別人是不是也可以把其他的文章設為記事本 你的記事本就一樣又被群組裡面的東西 寄寄寄寄到很後面去 你要找也不好找 倒不如把這個 我們傳到 這個 傳到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Google Keep裡面去 可是這邊 你看它的項目只有 像複製 那Keep我們就不用講 這個Keep 是LINE的Keep喔 不是Google的Keep喔 然後呢 回復轉傳 看起來轉傳也有可能有機會 這兩個可以先了解一下 其他的大概都沒有用 就是跟我們Google Keep沒有直接相關 但是我這邊 先看轉傳 它到底有沒有功能 好 假設是這一項 你看這邊旁邊有打勾了 然後我轉傳 可是轉傳 你看 哇 只有LINE而已 它只能轉傳到其他LINE的群組 所以沒有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們唯一 按久一點 按久一點 我們就是把它複製 把這個文章複製 然後切到Google Keep 直接新增計势 然後把這邊按久一點 就是在這個複製這裡 按久一點 放開 欸 剛才沒有貼到嗎 好 欸 喔 來 輕輕點一下就可以 啊有的是要按久一點 出現貼上 我就把它貼上 欸 文章不就記下來了 然後我再給一個標題 比如說假設啦 它是 那個什麼 那個 身體保健 隨便 好 身體 等一下 身體 保健 欸 算了我弄講話了好了 麥克風 我直接用麥克風 身體保健 欸 可以 然後 倒退回來 欸 一擇機師就記上了 可以嗎 我再做一次 如果是Line 而且齁 各位要懂得用切換 不要每次按後鍵 然後你要再重新啟動那個不用 今天我這個是Apple的 Apple底下不是有這個按鍵嗎 你可以按兩 因為我有拉出一個輔助鍵 Apple的有沒有人 再問一下Apple是哪幾位 現在目前四位 你們有沒有拉出這個輔助按鈕 好 如果你這個輔助按鈕有拉出來 直接在這個打開之後 在主畫面這裡 搭搭兩下 搭搭 它就變成切換的 你就可以點到Line 就可以切到Line 然後我現在在切換成 那個什麼 那個 Keep的話 我一樣是把那個輔助的叫起來 主畫面 搭搭 兩下 欸 找到Keep 點一下 Keep又起來了 好 那今天 Android也有 Android也有 但對不起我Android還沒開 等我一下齁 Android也是一樣 大家不要按Home鍵 然後再去重新啟動那個程式 不需要 你也是一樣 有可以切換 一個東西 但是不用按兩下 通常按一下就可以了 等我一下齁 馬上 把它叫出來 好 現在準備跑一下齁 也是一樣齁 今天 我把 假設我今天Google Keep 欸 Google Keep在這裡 好 你看我把Google Keep啟動 欸 我現在從Line裡面 有人傳給我一個筆記 我先把它倒退一下齁 欸 好 我隨便舉個例子齁 今天 假設 這個 隨便啦 我抓一個隨便有一個人的齁 假設 好 假設這邊一則訊息 我要用 要寄到筆記本 那我就是按一下 然後呢 一樣 這裡有一個複製 我直接做複製 然後 切 怎麼切 那個手機 Android手機下面是不是有三個按鈕 中間那個是Home鍵 你按了之後 它就 回到 那個主要畫面的桌面 那個地方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按那個 那另外左右 有的人在左邊 有人在右邊 你可以試試看 一個是倒退鍵 倒退一步的 那通常 另外一個 就是 做切換 你只要按一下就好 按一下 你看喔 它這樣切換喔 我就可以切換到哪一個 再去點一下 等一下 我再切換到另外一個 開過的喔 切換到另外一個 開過的 就把底下弄起來 按 然後 看哪一個開過 你要用哪一個 都可以 切 都可以齁 那所以來我切 我要切到Keep裡面去筆記起來 那就點它 然後點底下的 新增記事 然後 在這個地方 點一下 欸 有貼上了 點一下貼上 有沒有 東西就寄上去了 那你可以再寄一個標題 好 那標題點了之後 我按麥克風 在這裡 欸 居然都跑出這個東西出來 欸 有時候它會跑出廣告 這個投影的 因為是免費的 好 來 這個麥克風 啟動起來 Google Keep筆記 欸 糟糕 沒有講完 筆記軟體 筆記軟體 現在是英文 喔對齁 對對對 謝謝謝謝 我倒是沒有注意到 來 切中文以後 來 中文的話 中文的情況之下也可以講英文 Google Keep筆記 嗯 嗯 好 OK 有出來了 好 然後一樣倒退 它就進來了 有沒有 這則訊息就進來了 好 OK 所以呢 同樣的道理 我再快速做一次 我用Apple來做示範 今天 我在Line當中的 你不用每次都要重新啟動 就是說我有開過的 我下次用切換就好了 比如說呢 好 假設這一則好了 我現在這一則要複製 按久一點 然後 複製 複製好之後 來 按這個 如果你沒有拉出輔助工具的話 你可以按中間的Hong鍵 中間下面那個Hong鍵 嘆嘆 兩下也可以 但是呢 因為 早期 好像我記得是7以前的 iPhone7 iPhone7以前的 它底下的按鈕是機械式的 你一直按 容易就凹下去 到時候彈不起來了 所以很多人 現在就是會 拉出一個叫做 輔助工具 然後這個輔助工具 可以點一下 開起來 主畫面 兩下 就可以做切換 好 我切換到Keep 然後 到底下的新增記事 點一下 然後 在複製那裡 點一下 然後按 貼上 至少就起來了 然後我可以再設置標題 比如說呢 這個地方 日本的網站 好 這樣做完 倒退 對 這一則 就剔下來 可以嗎 好 這個部分 請各位 操作一下 把你Line的東西 把它貼到 那個Keeper裡面去 好